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只要坦坦然然 安安静静的念佛 乱也好 散也好 时间久了 功夫到了 自然能得一心 念佛得不到极净乐 那是念少了 如少水不能灭大火一样 念佛时 心中完全是佛 此时身不造杀道淫 口不妄于两舌其语恶口 意不起贪嗔痴 念佛断食恶 念佛中在心想口念耳听 乃至礼佛也都是在心想口念耳听 此乃声口意三叶相应 家中常放佛号 住处住处就成了清净的佛堂 邻居每天听佛号 也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念佛 已经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你要心里有佛 只要把阿弥陀佛当成自己的心上人 念佛就会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 想想是因为没有把佛号放在心上 如果心里真的有佛 所谓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念佛自然不会间断 往生才会真正有把握 音乐 梁大师说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所以古代出家人 一天八小时听经 八小时念佛 一天八小时听 一天八小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善做善梦 念佛人常梦见佛菩萨 故修行人可由梦境减点自己修行功夫 心善做善梦 心善做善梦 真 scrutiny 智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心细念思维,这就是念佛 读经的目的在细念一心 思维法义,这是解门 而称念佛号,礼拜是行门 解行并重,能帮助我们超越三界 网生是活着网生 不是死了才往生 当下一心念佛,心佛相应 感应道交就往生 虽然身在娑婆,心在净土 感应道交就往生 是要扫除我们心中的杂念 以及我执欲念的心态 念佛就是要念得使凡夫心 转为超凡入圣心 每晚睡前就观想自己要往生了 天天做官 到了真有一天 西方圣众来接饮时 就会心生欢喜 自然就不会对生死 有畏惧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净土法门的人 当以命中往生净土为目标 学禅的人 当以生死自在为药物 学习的心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要的方法是在医治上师的基础上 在圣道三药中修心 此外 尽量借由修持密称 接受教法 本尊法的士论等 在心中造下善的习气 学习的习气 荣耀成功 最重要的就是医治心和悲心 这是和谐的因 那是最好的修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研究道次第 以及真正开始禅修道次第之前 最重要的前行是要修上师相应法 因为没有修上师相应法 就没办法获得上师的加持 没有上师加持 就没有办法升起整个道次第的证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佛法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成佛之道上有成就 使我们解脱轮回苦海 也解脱他人出离轮回 并引导他们成就佛国 这一切都依于上师相应的基础之上而成办 这是获得上师加持之音 所以 第一要得到上师的加持 就是要修上师相应法 透过上师融入你的心 住在你心中 加持你的心 你才能升起到次第的证悟 我们想要任何的证悟 都必须以修上师相应法为基础 再加上修前加行 才能够有所成就 在你心中 要有所成就 改善的心 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做到你心中 它们就会有所成就 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再加上姐姐 多大的证悟 六種各樣的障礙之中 最主要的障礙 是來自於我們心中的不正見 為何我們無法如理依止師長的證物? 因為我們心中 這些不正見的障礙之故 不管上師本身是不是佛 如果你有這些障礙 他真的是佛 你也沒辦法看他是佛 因為你的心被障礙 你的不敬業阻塞了你 使你見不到諸佛 同理 你看不到你的上師是佛 你也沒辦法看不見 你也沒辦法看不見 試著 你也有什麼東西 又有什麼東西 每天都有給你 一看 你也有什麼東西 看不見 你的不見 你也有什麼東西 看不見 迷惑被障碍的状况中 因而没有业缘 可以见到没有过失的身相 是因为自心不够亲近的缘故 佛的圣意也就是法身佛 是受无量悲心所包围的 他所原念的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很确定的 佛绝对会带领我们 其一切友情成佛 而他是怎么来教导我们 救度我们的呢 就是根据我们心的层次 他就是现什么样子的像 来教导我们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能讓我們真正在心中 生起如理醫子師長的證物 蓮花生大士曾經說過 一切修行證物的來源 來自於如理的醫子上師 要將上師視為佛 副精明 視為佛 而只觀上師的功德 不觀上師的過失 能夠這樣如理行持 依止心非常穩固的時候 就能夠得到上師的加持 果報是整個菩提道次第 一直到成佛的整個政務 都可以在你心中升起 本法語節目 感謝中華印經協會提供 並請十方大德繼續踴躍 獲持中華印經協會 宣揚佛陀智慧 推廣佛教文化 培養人文胸懷 認識生命本質 護持帳號1965-8482 1965-8482 顧名中華印經協會 臺原佛教聯社 2023年 303-339-7021 寺院的早期沒有所謂的建築法規 會流水 甚至會流電 還看到發揮 老大人擲桌小胸 農園寺是在台北市 也可以說是在整個台灣 為老都更申請 第一間寺廟 整棟建築物 都是寺廟登記 讓出家人有資源 可以在佛法的教理 深入精湛 除此之外 農園夜間佛學院 還有做慈善 幫助弱勢團體 目前呢 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後 我們會再繼續的 普及於社會 因為寺廟本來就來自 十方的父子 我們也希望能夠回饋給 十方 讓社會更認識佛教 那也更能夠透過佛法 來進化整個人心 所以拜託 十方各界法師 跟我們道三行道好奇 是在法華經裡面 告訴我們 過去佛與現在佛 佛佛道同 為佛與佛乃能正知諸法實相 讓一切眾生了解 我們本來都能夠 透過佛法修行 來成就來解脫 乃至最後都能夠成佛 從前直到現在 已經整個都開始在進行 那當然希望阿拼 要做很多經費 大家到三行 讓他能夠早日完成 發揮都市道場 紅髮綠生的功能 今天我將宣講有關佛法的內容 說法最主要的是幫助別人 以佛法來助人 所以宣說佛法 而且為了改善自己的心 好好的實踐佛法 我所宣說的佛法 以意識修 意懂的方式來說比較好 注意較大 因此我以簡單的方式來說明 如何實踐佛法 如何實踐佛法 我所宣告的視頻 一切佛今心要义 世诸菩萨所占道 永远求解脱尽量 我今水利而宣说 如前所说 我们要诚心诚意鼎礼上师 佛所一切尽要即是处理心 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尽量修持处理心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所占态的 则是菩提心 具有善言者所向往的彼岸 即是空振界 因此我们平时尽量使修 处理心、菩提心、空振界 是非常重要的 与三游乐不谈主 未想满意而精进 如此 我们不要执着轮回的安等 一定要好好地去做 对想满人生有意义的事 对此事 因弃而不舍地尽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